主料,鸡蛋200克,滴粉45克,辅量,由28毫升,白砂糖35克,奶粉6克,准备时间,两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将蛋白与蛋黄分离,蛋白中加入一半量的白砂糖,大至八分发,可如画笔般流畅书写,蛋黄中加入剩下的白糖,隔热水打发至原体积的两倍, 将打好的蛋黄分次加入蛋白中,采用切拌的方式,将两种混合均匀,然后分三到四次删入滴粉和奶粉,分次都用切拌的方式混合均匀,最后倒入植物油,拌匀,将拌好的面糊倒入模具中,在桌面上搭绿克底下,进去大的气泡,放入烤箱烘焙25到28分钟,观察表面状况,出炉后,倒置放蛋脱, 抹磨,烹饪技巧,一,打发蛋白的时候,先低速率打,再逐步加速,一手转动盆一手倒蛋白,二,每次混合都适用切拌的方式,防止消泡,将蛋白由底部缠起,然后花八次混合。 三,如果用黄油,请记得先软化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关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